今天我们要讲一款老板车 这款老板车是什么车型呢? 它就是2021年小乖款的 BMW 5系列 这款车型其实已经在我们的邻国泰国正式发布了 相信它的下一步 下一个登场的国家就是马来西亚市场 这款车会有怎样的改变? 这款车设计怎么样呢? 接下来的影片我们就会和大家讲解一下 这款很帅气的 E-Segment 房车 代号为G30的这个5系列是在2017年登陆我国市场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G30的5系列在小改款之前设计 并没有这个F10大气 虽然说它还是很好看 但是就没有了那种豪华房车的感觉 而在这个G30的小改款上面 就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了 因为它主要的外观设计风格靠向了这个 G11或者是G12的7系列小改款 看起来非常的大气 尤其是它的头灯组 两款车非常的相似 而且这个非常锐利 视觉效果真的真的很出色 它整个车头设计是让我最喜欢小改款5系列的地方 至于在车尾方面 虽然说设计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它的车尾设计和车头设计 看起来跟Mesh 给人一种非常大气非常豪华的感觉 不知道你觉得这款车怎么样? 它的外观设计你喜不喜欢? 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对这个2021年5系列的看法 内装方面 G30 5系列的小改款跟小改款之前 没有太大的差别 它们都是沿用了这个BMW家族的设计风格 看起来视觉效果其实还是不错的 只是在一些细节的部分 它们有进行了升级 内装部分的差异包括了全新的数位化仪表 它的数位化仪表换上了跟G20 3系列一样的设计 也就是说它支援iDrive 7.0 也就是你可以跟它说Hi BMW 它就会给你相应的动作 这个语音控制系统其实还是蛮好玩的 再来一点就是这个iDrive 7.0 支援这个OTA升级 也就是线上升级 当原厂推送了新的版本之后 你可以通过网络让你的车机系统进行升级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因为像电话一样升级就有新功能了 只是我们相信如果未来这款车是继续CKD的话 它的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都是必须额外选购的 在安全配备上面 其实在2017年发布的530i上面 已经有了完整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包含了主动式定数巡航 车道便宜警示 车道便宜辅助 前方撞击一警等等的功能 但是后来CKD车型就被拿掉了 我们相信在这个2021年小改款的5系列上面 原厂会把部分的功能加回去 例如说这个车道便宜警示 车道便宜辅助 还有前方撞击一警等等 都会回到这个5系列上面 至于这个ACC会不会也回来呢 我们就要看BMW Malaysia的策略怎么一样呢 因为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 BMW Malaysia 已经开始把部分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下放到旗下的所有车款上面 像是3系列 X3 X4 X5 X6 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先进安全配备 作为一款在2021年推出的新车 5系列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奇怪 只是好奇的是 BMW 5系列会有全套还是半套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呢? 在引擎部分 目前我国的3系列总共有3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2.0涡轮增加引擎低功率版的520i 2.0公升高功率版的530i 最后就是2.0公升插电式混合动力的530i 我们相信未来在我国登陆的5系列小改款 同样的也会沿用上述的3款引擎配置 其中动力最强的自然就是530i 然后接下来到530i最后就是520i 引擎输出方面520i的最大马力是184HP 峰值扭力290Nm 530i最大马力是252HP 峰值扭力350Nm 至于530i 搭配了电动马达之后它的最大马力是252HP 可是峰值扭力达到了420Nm 而在小改款的530i上面 BMW为它添加了一个新的配备 叫做Extra Bush 在运动模式下 这一个系统就会启动 它的马力瞬间可以提高到288HP的境界 峰值扭力维持在420Nm 也就是说小改款之后的5系列 这个530i的动力表现会更为强劲一些 只是实际上在国外 BMW为了符合更严苛的排放标准 他们为这个5系列添加了48V的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不知道这套系统会不会来到我国呢 其实我相信是有可能的 因为BMW Malaysia这几年很积极的在我国推动这个混合动力车型 所以未来我国的小改款5系列 很大的可能会拥有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BMW Malaysia对于本地市场还是很有诚意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们大部分的车款都是CKD 3系列 5系列 7系列 X3 X4 X5 等等它们都用CKD的方式来降低售价 主要就是为了提升这个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 BMW Malaysia甚至连引擎的生产线都有哦 所以 它们的车款真的是完全的本土化了 这一点对于马来西亚的市场是好的 因为它们这样子做车款才会有竞争力 而竞争越大对于消费者是越好的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全新的5系列有什么看法呢 我个人觉得全新的5系列 很有可能延续了它前辈的这个趋势 成为本地市场销售最出色的这个E-Segment Sedan之一 大家喜不喜欢新的5系列呢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的影片按赞订阅分享哦 好啦 今天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 大家记得如果对这个5系列有看法的话多多留言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